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款网红的产品评议的正海 那么这是主打的一个广告 采用的是一个蛋糕的海绵 然后色性的套胶 官方是号称这款胶皮是不需要灌油的 这款胶皮呢 我自己去打的话 我会选择去灌油 因为我之前是打过不灌油的 我觉得并不合适我去打 整个胶皮做的是比较稳 但是没有那么的通透 这款胶皮是一个中的硬度 然后我灌的是两边油 重量在50克左右 灌了油之后 整个胶皮打起来就明显的往前走了很多 整个手感打起来 虽然说采用的是飞龙的同款海绵 打起来的手感还是跟飞龙有些不一样的 飞龙的那款套胶打起来更偏向于这种得套的这种 出厂灌油过之后的这种通透软弹的手感 然后这款平易的震海呢 它打起来的手感更偏向于这种国产的年套手感 打起来更加扎实一些 然后它的抓球摩擦感要比飞龙这种好一些 它的感觉偏向扎实 偏向狂飙一些 这款套胶相比狂飙更加的出球 整个套胶的一个摩擦性能还是做的比较优秀的 自己去把球撞实了之后拉过去的球质量就会很高 这个板子一个接力防守做的是比较稳定 每个乱飞的现象 然后比较能吃得住球 感觉整个胶皮比较硬挺一点支撑会好一些 其实飞龙的这款同款海绵 海绵的效果打起来确实很不错 但是平易的胶面确实是厚了一点 所以打起来小力量 如果自己不加力的话 感觉有点点小闷的用手感 特别是在没有刷油的情况下 就是我在刷了油了 整个手感的改善就会好很多 然后这款胶皮 我推荐大家使用的油 就是这个海服的这个白油 或者这个开灵油 让这个海绵去软化一些 打起来效果就会好非常的多 然后这款套胶在反手起下旋球的时候 还是感觉整个海绵不够通透 所以起下旋球这个环节的话 整个手感还是比较偏闷的 所以这个胶皮唯一的问题 也是这个问题 在这个下旋球的环节方面 可能是因为胶面厚了一点的原因 导致整个胶皮发力起来 感觉没有那么的顺畅 用起来更多的需要往前向前去发力 但是对比起来它的一个价格 98元的价格 你在这个价格里面也确实买不到 什么特别好的产品 反手的侧套 正海这款套脚在小球控制环节 做的确实很好 小球没有这种虚弹的情况 整个白短的狐蟹也做的特别低 这款胶皮它主打的 就是打这些200元以下的 这些反手套脚 它打起来整个性能 跟这些200元的套脚 也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差别 但是考虑到它只用一半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一块这种套脚 你如果说跟这些蝴蝶的 低系列这种套脚去比的话 还是有些差距 相比起来98元 这个价位里面 确实也没有能跟它去相比较的产品 下面就放一些 用这款套脚打的这些实战视频 有需要这款套脚的球友 也可以找我去购买 好了 我们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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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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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拿一招 好嗎? 噢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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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